HELLO 大家好,現在十三小推介時間 來到星期三,逐目一場賽事 車路士對阿仙奴,這場是歐霸杯 這場是決賽 車路士2.13,阿仙奴3.05 可以叫做六四球,讓球方面 車路士讓平手半球1.98 十足差不多 13小的這場球都是介紹讓球的 車路士讓平手半球1.98 怎樣選擇呢? 我們看看上季兩隊球的直分磅 其實都贏阿仙奴的 因為72分和70分 低輪的數據上領先 只是說笑而已 可以看看這件事 車路士本身在歐霸杯的晉級過程 都踢得非常輕鬆 主場對著這隊的斯拉維亞 都贏4比1 4比3 之前對著法拉福 反而強小的對手 其實是1比1 兩場球都 12馬贏4比3 回到聯賽方面 也是大局已頂 輕輕鬆鬆的 0比0就收工了 再加上就是 踢場友誼賽 也算是做一個拍跳 輕鬆的 贏3比0 但阿仙奴方面 其實他的晉級過程 都非常艱辛 面對拿波里亞 華倫西亞 雖然是贏球 但也踢得很辛苦 尤其是華倫西亞 這場 再去到華倫西亞 其實 一早就失球 當時都很擔心 因為一早就失球 如果華倫西亞 主場是贏2比0 的話 華倫西亞 就可以出線 所以 比較擔心一點 但 那些年輕人都踢得非常不錯 去到 下半場 亦可以反勝4比2 回到聯賽 就贏3比1 其實兩隊球 踢來 都差不多 但本身就是 車路士本身 也算是大賽經驗 無論如何都好一點 給我感覺上 因為大部份球員 例如希古恩 基奧特 亦都是亞森奴 踢過 佐真奴 諾迪古斯 亦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中場 以及攻擊中場 夏薩特 亦都是一個非常全面的球員 摩西斯 那些都在 其實對著亞森奴 那群年輕人 雖然奧巴米洋 近來非常出名 或者踢得非常好 卡納迪石 那些都好 亞朗 藍絲 那些都好 但始終一件事 就是經驗上 比我感覺上 就是車路士 在決賽上 對著這群年輕人 始終踢球 踢一場的話 真的要講 心理質素 或者大賽經驗 所以 車路士讓評判 是正常的 亦都是叫做 讓得過 1.98 差不多十足 的話 起碼一件事 就是叫我助和 王贏先 和球都是輸一半 贏就贏 1.98 我覺得是值得薄 所以十三少 在這場球裏 介紹一下車路士 讓評刷半球 1.98